电视剧也频繁刚刚开播 就吸引了不少观众 最近悬疑烧脑剧似乎扎了对 颇有些让人追不过来 而也频繁光看演员阵容 就让人忍不住期待 正开饰演的刑警济凡 尽管这个人看着有些不着调 可一旦捧着案子 就会变得有些神经质 不过专业能力可谓是一流 不过在他第一天上班还没到警局报道 就在地铁遇到了凶杀案 虽然凭借自己的直觉以及专业 锁定了凶手 可在追赶过程中 纪凡还是将真凶给跟丢了 虽说纪凡是个警察 但是家境却十分隐实 哥哥纪平是四方集团的大老板 而纪凡沉迷于办案并不想继承家业 可是当纪凡正在和父亲聊天时 察觉到纪平回家的脚步 和今天的铁遍的凶手十分相似时 心中开始产生一丝怀疑 不过这终究只是他的猜测 但他不知道的是 平日里沉稳内敛 一副经营人士的纪平 竟然有着两幅面孔 深夜带着手套神秘兮兮兮的出门 直到早上再回来 而翻桌上还暗向纪凡打听 气地铁案的进展 却被纪凡一笔呆过 显然他对哥哥还是有些不信任 当刑警队查到作案工具 在运输时被动了手脚 而负责运输的公司是四方集团时 纪平却做出了一个异常举动 拉着刑警队长交邀请他们离开 即便被再三警告妨碍公务 纪平却得算进尺 让人觉得不对劲 最后纪平如愿被带到了警局 得知这个消息的纪凡 看着一副不在乎的纪平 更是坐实了他的猜想 纪平之后更是提出 要给父亲打电话的要求 可至今都无人知道 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等再次发生命案时 纪凡似乎明白了什么 同一时间纪平在警局 这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而不管是地铁案还是在展馆发生的案子 凶手都是一个人 显然纪平的嫌疑就会被洗脱 那他故意惹事件警局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显然纪平是察觉到了纪凡对自己的怀疑 事先做了两手准备 而他给父亲纪廷山打的纳通电话 则是通过两人之间的暗号沟通计划 可纪凡还是不死心 追问纪平的铁案案发实在干什么 兄弟两人交锋暗藏汹涌 不过纪平没想到的是会因为自己的宠物狗暴露 法医检验出的狗毛和纪平养的狗品种一样 谁能想到纪平竟然会有两幅面孔呢 黑夜穿梭在城市的罪恶之中 白天换了另一幅面孔 就连纪凡都被骗了过去 谢谢大家